自由是慢慢延伸的啦 因為 但是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參與其中很深的 就是某種程度上 語言跟那個不同族群的人格 其實常常會被扭曲 我在2008年寫一個劇本 叫做借我玩一下 就新聞局的那個優良劇本 李昂姐就寫小時候 李昂姐跟我講說 沐映你寫劇本寫得很好 他說這個劇本本來不會給你得獎 李昂姐說因為我寫 1996年台灣第一次選總統的事情 你看創作很不自由吧 因為那個時候不給我得獎 李昂姐說人家寫得好好的 為什麼不給他得獎 所以大概自由就慢慢慢慢這樣延伸過來 不管哪一黨職策 其實文化這個事情 我認為是因為一直以來的 被扭曲掉的東西 還沒辦法改變什麼 所以你不用提供錢 不用提供什麼 那我覺得是那種 我看也沒辦法靠政府 要靠大家啦 我覺得 接著 東華民國已經滅亡了啦 然後看我們接下去要往哪邊走啦 我就只有這個看法而已啦 然後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 作為一個公民 你就要很謹慎的思考 你這一票投下去的影響 的確跟整個台灣的前途 是真的產生很大的關係 而且這一次 不是只有台灣的前途 這個其實是涉及到整個全世界 各種的連動這樣子 我們都已經有俄乌戰爭 都已經有那個 以色列跟那個 他們是 哈馬斯他們那個東西 希望台海能夠平靜一點 戰爭是一定會有啦 但是就像我這種 已經快70歲的人 我都會準備好 有種你來幹吧 試試看啊 真的有種你過來試試看啊 這個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 對於演藝人員做的 又好笑又很憤怒 讓人家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一個 一個舉措 這個禮拜六來 我一定會講給你們聽 保證 保證你們嘴巴會張得大大的 那你不要預告這個嗎 不要預告 又來就死了 那 那慕依他跟你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聊嘛 就是說 以前在那個 兩蔣時代的時候 創作的自由 好像感受到 沒有這麼的明顯 你這樣一路走來 你這麼自身 有感受到就是說 自由創作 對啊 講理成馬 菜其實一路下來 自由是慢慢延伸的啦 因為 但是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 參與其中很深的 就是 就是某種程度上 語言跟那個 不同族群的人格 其實常常會被扭曲 例如說 沒有例如 就實際上是如此 例如太多了啦 講不完 你們如果看電視的時候 應該可以 觀眾眼睛是雪亮的 應該 你如果敏感這個事情不太對 那就是那個事情 那 那現在你的感受 例如說你拿到金馬獎之後 這幾年你有感受到 創作自由是比較明顯的嗎 是有 因為我在更早之前 2008年 我在2008年 寫一個劇本叫做 借我玩一下 就新聞局的那個優良劇本 李昂姊就寫小時候 李昂姊跟我講說 木音你寫劇本寫得很好 他說這個劇本本來不會給你得獎 李昂姊說 因為我寫 1996年台灣第一次選總統的事情 你看創作很不自由吧 因為那個時候不給我得獎 李昂姊說人家寫得好好的 為什麼不給他得獎 所以大概自由就慢慢慢慢 這樣延伸過來 所以那一次沒有得獎 有喔 有 有沒有得獎 沒有 就李昂姊就劇本寫得好好的 為什麼不給人家得獎 你本來不要給你獎 很多其他的評審 是李昂姊的力爭 說要讓人家劇本寫的 我們這次是憑劇本 又不是憑什麼東西 好 那這一次就是說 禮拜六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 李美豪的影響會 那你是怎麼會想要去參加 這個影響會 我一向就只要掛著 美豪兩個字 我一定參與 那你不是還會有準備一些 我會 我會 因為我想講一下那個 大家可能 應該幾乎想像不到 這個 這個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 對於演藝人員做的 又好笑 又很憤怒 讓人家哭也不是笑 也不是的一個 一個舉措 這個禮拜六來 我一定會講給你們聽 保證 保證你們嘴巴會髒得大大的 那你要預告一下嗎 沒有要預告 呵呵呵 又來就死了 好 那最後我們問一個比較震驚的 就是說那個 因為現在的話 對你們這個創作者 或表演者來講的話 有沒有希望說 政府能夠做哪些事情的話 你們會感受到比較強力 就是政府有在幫忙你們呢 你認為我會相信政府會做什麼事情 可是文化部還是說有一些 譬如說像以前那種什麼 台灣的政治不管 不管哪一黨執政 其實文化這個事情 我認為是因為一直以來的 被扭曲掉的東西 還沒辦法改變什麼 所以你不用提供錢 不用提供什麼 那我覺得是那種 我看也沒辦法靠政府 要靠大家 我自己演有些時候 很奇怪的戲 然後導演這樣子搞不太對吧 然後 哎呀觀眾愛看 蛤 我是認為你沒有能力 不是觀眾愛看 我是真的認為你沒有能力 然後因為我有一次 我也是在我們家附近 就看到兩個歐巴桑 在看 早上在看公共電視的戲 說歐巴桑阿高知 你在看什麼 我說哇 公共電視 這比較好看 這比較好看 聽到沒有 那兩個歐巴桑說 這比較好看 啊我可以問這次嗎 不問喔 你覺得不好就把他那個 好我最後一問這次 就是你在那個 金媽牆上面講 那個有些人很有錢 做一些奇怪怪的事嗎 那你後面又有一個 類似在講什麼 柯P什麼幼稚園教授嘛 那您有 對 覺得說這次大選 你的觀察啊 你有覺得三組候選的 你心中的比較嗎 我覺得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啦 然後看我們去 接下去要往哪邊走啦 我就只有這個看法而已啦 然後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 作為一個公民 你就要很謹慎的思考 你這一票投下去的影響 的確確跟整個台灣的前途 是真的產生很大的關係 而且這一次 不是只有台灣的前途 這個其實是涉及到 整個全世界各種的連動這樣子 我們都已經有俄乎戰爭 都已經有 那個以色列跟那個 他們是 帕瑪斯他們那個東西 希望台海能夠平靜一點 真的 而且你放心啦 不可能有戰爭啦 戰爭是一定會有啦 但是就像我這種 已經快70歲了 我都會準備好 有種你來幹嘛 試試看啦 真的有種你過來試試看啦 好 我也來個謝謝